клад记 还知道您返回 再入带 outfit 最近我就收到网友给我提问 他自己也做得不錯 他有先做好功课 也去询问我之前 他有先告诉我他找到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佐责给我看 那我确实也去看了这些资料 这我都为了打 fight image 所以才有刚刚这个影片 虽然只有播了10秒钟就被卡掉 但是很今天的主题就是 澳洲打工度假 税号结束之后要不要关闭 不关闭是否会罚钱 好 那我们在进入主题之前 所以很多的社团的朋友们 你们都会事实现 已经Google很多过的文章了 关于什么是税号 我们就简单来讲 所谓的税号就是TFN number 就是你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 你一定得申请一组TFN number 这组数字非常重要 要小心不要让给不认识的人知道 就是你从事合法的工作的时候 你必须把你的税号提供给雇主 那雇主会进行做申报 另外你的退休金申请银行的时候 退休金这些税号呢 都必须登记那些网站里面 把它进行进行连结 那很多人都问说 那为什么会需要连结税号 那是因为当你有一天 澳洲打工度假结束的时候 你要离开 要申请退税啦 退休金refund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需要你的税号去进行资料查核佐证 所以这个税号是相当重要的 也需要申请的 税号呢 我根据这个QR Code上面 大家也可以去扫描 去看ATO税务局网站 在individual那边的 tax file number那边会告诉你 税号呢 是终身都受用的 不管你是改名字 还是换工作 或是从昆州 跑到墨尔本 雪梨 或是塔斯曼尼亚 或是博斯 税号都会来跟着你的医生 一起一起走 像是他就有一些传言的文章 我就利用关键去搜寻 就我朋友说 关闭 没有关闭税号呢 可以罚850块澳币 然后又有人说 网络文章说 离开澳中 税号一定要关吗 像是 有人说他是做黑工灰工 那我还要报税吗 白工的话呢 也是不是要 提供税号给雇主 或是有人问到说 我的雇主薪资单上面 好像没有报税 然后你就会看那些 对话上面的留言 大家都会讲到 有一件事情 就说可能是 税号没有关闭 可是其实当你看 这些网友所提供的答案 你会发现两件事情 第一 他们的引用的文件 都没有来自 官方澳大利亚税务局的资料 所以你很难进行去查核 第二 这些案例的回复 都是听朋友说 别人说好像怎么说 但其实是像我自己去打去 ATO税务局所得到的答案呢 却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是也 Google到一个文章 那我这个文章的 引用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背包客栈 我也附上当时我引用的 这个网址的来源 跟文章 跟QR Code 那想要看这个文章原文的人 你们也可以去 这个 去观看这个原始的文章 我都附上完整连结 跟QR Code 这个画面是来自 背包客栈的一位网友 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是多年前的文章 下面就有留言到 部分的关键是 讲到税号没有关闭 这件事情 他今天收到这个澳洲政府 叫罚款的信件 他告诉他从2013年 到2014年的这个文章 他从2012年这边 就已经离开澳洲 结果他从2013年 2014年这边 就罚这么多钱 他觉得很不公平 想要进行申诉 那文史的文章 我就附在上面了 好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看对话框 下面的一些网友回复 就有人提到说 可能就是离开澳洲的时候 税号没有关闭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后来仔细去查 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 在上面是指 他没有诚实申报所得税 这件事情 是比较大的争议点 所以我就帮大家 做一张图卡出来 有合法的收入 就要进行申报 不管是你的薪资 配偶收入 利息收入 退休金收入 都务必请你将你的税号 也就是TFN number 连结到像是银行账户 退休金账户 也就是你有额外的收入的时候 一般来讲 这些企业的网站 都会要求你提供 这个TFN连结 供政府可以去做 查核的一个动作 OK 并且呢 你知道每一年的 7月1号开始 到次年的6月30号 为澳洲一整年的报税 所以你必须在指定的 一个报税年份的时间 它一个指定的区间 可能是7月1号开始 要报去年一整年的税部分 你可能要指定完成 你可以采用税务局 ATO线上网路申报上传 或是纸本的方式 或是你要离开澳洲之前 你采用纸本退税收入方式 也是可以去做处理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有合法的收入 就要进行报税 贴分申报的功能 是一定要的 就是要缴税的意思 好 那接着呢 就会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它就是不关闭税号 会被罚钱 那以我自己本身来讲 我是在2017年的开始 2017年过完年之后 我去了澳洲 我持续大概在一年左右 2018回来 那我现在2019年 其实我就在讨厌机场工作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实际操作之后呢 我的步骤是如下 我有没有关闭 我自己的税号 我到现在 我是没有关闭 我自己的税号 我税号还是在 而且我找得到 但是我离开澳洲之前 我做哪一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 我的澳洲打工度假签证 C7签证 我已经结束完了嘛 结束之后呢 我的就开启去 我的DSP线上 离境退休金 申请完毕退税 我拿到钱 接下来就是我个人 所夺的税 15%的退税 就是我离开澳洲之前呢 我必须自己提早退税 也就是因为 我在会计年度 开始之前 我就离开澳洲了 所以我是采用 纸本的方式退税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键 值本退税的方式 或是提前离境澳洲 得到相同的验证的答案 最后一步呢 我在关闭 我所有的银行账户 离开澳洲 不再回去工作这边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四点的步骤 都会清楚告诉你 每一个步骤该怎么做 我把我的银行账户 全部都截清关闭 并且我不管是退休基因工作 我都是按时诚实申报上去 连接到我的税号 自然我就不会有 被罚款的一个问题 以我自己的立场 我是并没有关闭税号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问您 自己信任的澳大利亚会计师 拥有合法的职业的会计师 或相关的财务单位 您可以询问他的相关意见 当然最后应该问谁 是比较重要的 我提供给你一个方法 请您自己打电话 到澳大利亚联邦税务局 就是Australia Taxation Office 可以在上班时间 他们是从早上的8点 到晚上的6点走 是不已四分时间 他们都有在营业 请您可以致电132861 132861 就是英语比较顺畅的朋友 你们可以直接打到过去 询问关于税号要不要关闭 那你们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英文本身 不是那么流畅的话呢 你可以打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免费的三方通话翻译 请您用你的手机 拨打131450 您可以致电澳洲的三方通话 131450 然后Mandarin Service 转ATO税务局 去询问相关单位 一样可以得到相同的验证结果 关于你的税号 都不要关不怎么关的话 会不会得到罚款 这个问题去问他 都可以得到相同验证结果 那我还会收到一个问题就是 诶Gin 我还没有出发到澳洲去 或是我刚从澳洲回来 那我很想要去问这件事情 物税务局怎么办 打国际电话很麻烦怎么办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台湾的朋友很方便 你只要到楼下那个全家 你自己去处置Skype 你用Skype打网络电话 就是加61131450 也可以打澳洲的三方通话 而且费用不会太贵 那今天这影片呢 我也是尽我的一点点的力量 希望可以帮助到社团的大家 可以如果有在烦恼 自己澳洲打网度假 不管是要叫去 或是你已经刚好结束 你在烦恼说 你的税号是不是要关闭 或是担心被罚钱这件事情 希望这影片可以帮助到 你或是分享到其他朋友 随便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桃园机场呢 第二航下五楼呢 于12月14号下午3点钟之后开始呢 开放全新的观景台哦 喜欢看飞机的朋友们哦 千万不要错过 桃园机场第二航下五楼开的一个观景台 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那桃园机场官方的line呢 也提供更多的一个 观景台的一个资讯哦 可以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还不错 我那天有上去看桃园机场的观景台 旁边还有全家超杀可以买杯咖啡 真的很漂亮 不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还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打电话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时候 不管是银行啦 税务局啊什么单位 大家一定要吃饱一点哦 你看我光是打一通电话过去 就是一来一往 他要查询法规 就花了大概30分钟 这个网路Skype电话的一个时间哦 你就知道是相当的漫长 所以大家呢 打掉之前呢 一定要先上去厕所吃饱东西 准备好饮料 开始就是拨打电话到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ATO税务局吧 我是Gin哦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与您空中再相见咯 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帮我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